明星期間 《大阪中央店》 十萬港元,到底是甚麼貴? 遍到微光,大阪中央市場 已經集齊了很多水果批發商 原來這一天,將會有一盒特別版的士多啤梨 第一次登上拍賣台 生產這盒士多啤梨的《Nana Strawberry Life》 是來自內來,創落後兩年的年輕品牌 這盒士多啤梨以金色賴盒包裝 造型非常高貴 裡面有三層不同品種的士多啤梨 每層各有36粒 最終以破紀錄的150萬日圓成交 計起來,每粒價值985元港幣 究竟這盒士多啤梨為何這麼矜貴? 我們來到品牌旗下,其中一個生產商的果園看過 士多啤梨天生對溫度和濕度都很敏感 要在溫室裡培植 這裡還用了很貴的紅蜂來採紋 幫助士多啤梨繁殖 這麼矜貴,還快點摘幾粒試試 我找到這粒很大粒,你看看 很大粒 古都華的果皮,晴深紅色,表面有明顯的光澤 嗯,看一陣很濃郁的香味 而且很汁,很甜 嗯,很滿足 哇,我真是第一次試這個粉紅色的士多啤梨 它叫做淡雪,美不美呢? 淡雪的表皮,好像櫻花般的淡粉紅色 果肉帶有陣陣芳香的石榴味 這裡還有這一款白色的,叫做白珍珠 上面有些紅色的種子 跟我們平時見的士多啤梨很不同 這個會再甜一點 我兩款都很喜歡 先摘多一點 採採下來的士多啤梨,會按重量大小分類好 只有最大粒最甜的黃中之王 才可以放入這盒特別版的金色賴盒 所以,的確是貴得有道理的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